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走 老爷 舒服点了吗 最近老是头疼 何文离家好多天了吧 有心血回来吗 还没呢 多怪你平时太宠贺文 他才敢这么肆意妄为 贺文这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他从小没吃过什么苦 一个人就往上海驱闯 我真怕会闹出什么事来 要不我们找个人打听一下住哪儿 给他借点钱去吧 我把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就当没这个儿子 你也不许惯他 他离家之后 有把你放在心上吗 慈母多败儿 到时候你难辞其咎 老爷 我不再提这件事了啊 先坐下 先坐下 不提了啊 这阵子 禁贺文的事已折腾 我的血压总是居高不下 头总是昏沉沉的 过几天就是杏花酒的新酿 出教祭天仪式 这是一年一度的大事 就 就交给赫生处理吧 是啊 是啊 老爷 让失踪帮着赫生 你就别操心了吗 家里该准备的东西 就交给你了 最近方家 没有一件顺心的事情 这祭天仪式 你得多花点心思 别再丢了面子 行 你放心吧 小姐 老爷让我把新衣服送给你 老爷为什么要送我衣服呀 没说 就说让我把衣服送进来 好 这 这衣服也太不登大雅之堂了吧 我爹难道要我穿这种衣服 陪他应酬 他把我当成什么呀 为这像封赫文说的 我爹要把我培养成一交际花 好 好 祭天穿这件衣服 肯定很适合 再加上这个漂亮的首饰 我肯定是全场最亮眼的 哪儿去了呢 谁让你进来的 谁让你进来的 你找谁 对 我是来找你们家的方大少奶奶 那个人看起来鬼鬼祟祟 一定有问命 原来是跟秀乔丽因外合 肆意把你们两个救出来不可 那是我刚进门的时候 老爷送给我的 出了重要的场合 平时我都舍不得带 这个首饰对我来讲十分有意义 也是我最真爱的意见 现在不见了 怎么办 这件事情呢 确实有些蹊跷 家里边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最近的这几天 家里面也没有外人出入 那就说明 是家里人干的 如果家里真出了内贼 我一定要严惩 二娘 这个事情可不是小事啊 会不会您放在哪儿给忘了呢 你那意思是说我胡说了 我整间屋子都掀了也没找到 难不成他自己长得退跑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不能光凭一件东西丢了 就判定家里面有了内贼 这样说法是不是为时过早了 诶 我最近看到一个人鬼鬼祟祟来这儿 说要找秀强 这事一定跟他有关 那是我的同乡好友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 那天他来找我叙叙救 绝对不会是他偷的 二娘 二娘 你没有证据就指明道姓的话 那可是诬陷哦 再说了 您只是看了那个人鬼鬼祟祟 就怀疑他跟丢手势有关的话 会面对绣巧太不公平了 你 二娘 我相信绣巧的人格 所以也请你相信绣巧 怎么 你们全都针对我是不是 我在你们眼里是什么样的人 我不管 今天你们一定要给我交代 从小到大 不该是我的 我从来不贪不要 我娘家虽穷 可从来没有让人瞧不起 如果二娘还有什么疑虑 就请到我的房内去送 我没有什么见不得人 把脏物藏在自己的房间里 有这么傻的人吗 事情还没弄清楚 就在这儿大吵大闹 像什么样子 家里要是真的出了内贼 我一定严办 但是也不能没有证据 就随便指认他 今天就到这儿吧 等明天祭天大典结束之后 我再想办法解决 是 我自己留下 刚才二娘 一时心急 说话失了分寸 别往心里去 二娘 一向限制口宽 我知道他心急 可是我跟洛平哥 绝对不会拿他的手势的 我相信你的违人 你一定不会这么做的 俗话说得好 真正不怕影子歪 相信这件事情 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修修 现在家里面正是多事之秋 我真担心我这么一走 再发生累死的情况 你该怎么办 你要出远门吗 我怎么没听你提起过 这回 爹不是要你等文凤生产完 再回上海吗 我刚接到入伍通知书 看来连回上海 都不可能了 你要当兵 我也觉得这个事情很突然 而且现在 文凤正是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 过几天我就要去参军了 参军 为什么呀 我不让你去 文凤 你冷静一下 赫生 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离开我们呢 你有没有替我跟孩子想过 赫生 从小到大我都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你怎么能在我自以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的时候 却亲手要打碎她呀 赫生 你不要去了 战争它不是儿戏 我不能再承受失去你的痛苦 你想想办法好吗 不要去了 文凤 为了你和孩子 我一定会回来的 不行 子丹他不长眼睛 战场上的是谁说得准啊 赫生 就算我求求你了 你不要去 想想办法好不好 好 好 我再想想办法 二叔 阿晓 你知道二太太的首饰掉了的事情吗 知道 听说她一口咬定 就是绣巧和她的同乡干的 这太离谱了 大少奶奶 连一毛钱都不会贪的 怎么可能拿她的首饰呢 再说了 上回 大少奶奶那个朋友 我也见过 她这人看上去挺正直的 二太太一定搞错了 我也这么认为 大少奶奶的为人哪 我们都很清楚 要是大太太在的话 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就是啊 因为大太太啊 总是为人家着想的 嗯 唉 这二太太一当家啊 常把家里弄得鸡飞狗跳的 唉 大少奶奶这回一定挺伤心的 就是 这大太太一走啊 什么都变了 这回啊 我们家蔡赵受伤 也没见过二太太去探望过她 倒是大少奶奶啊 和特地熬烫给我们家蔡赵补身体呢 大少奶奶为人真的很好哦 就是啊 找我看啊 这二太太 一点都不如大少奶奶 仔细周全 是吧 就是啊 老爷 老爷 都给我听着 你们把府里 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里里外外 都给我打扫干净了 不干净我拿你试问 是 去吧 大小姐 家里出什么事了吗 哦 过两天高大帅回来 局长要我们替高大帅准备房间 坐平啊 快点 我可以走了吗 哦 看爹这么大费周章的样子 一定有什么目的 是回爹送我的衣服 该不会 不行 我得找大理帮忙去 放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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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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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来 好 好 好 谢谢你 来 请 来 那好 来 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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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各位 今天是方家酒庄信花新酿出教的祭天仪式 谢谢时局长和各界贵宾的光临 我方某人在此和大家共饮着第一坛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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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花时节 酒香满天下 来来来 让我们和方老爷一起 喝下这一杯天下第一的杏花酒 来 干杯 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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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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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大少爷真是年轻有为呀 啊 哎 你这个酒庄有方大少爷来打理 那事业果然是蒸蒸日上啊 哈哈哈 哎呀 不过啊 遗憾得很啊 如果哪一天方大少爷果真离开了方家 没有大少爷的帮忙 你肯定很头疼的哈哈哈 那也不会 咱们酒庄还有二叔在 嗯 在文凤生产之前 贺生是不会离开绿里镇的 这一点我是不担心的 哈哈哈 哎呀 不过啊 我听说军队那边 哦 石局长 我得知道石局长特别喜欢杏花酒 特意背上了一些 您看够不够 如果不够的话 爹 要不要再补充一些女儿红呢 好啊 你看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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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石局长不要嫌弃啊 啊 客气了 太客气了 哪里哪里 哎哎哎哎哎哎 你们两个喝杯酒吧 哎 喝杯酒吧 很好喝的 啊 我不喝酒了 不喝酒啊 哦 没关系 我给你七壶茬去 啊 你等着啊 等着啊 二太太 来来来 尝尝 来来 尝尝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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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尝 出大事儿了 这回你一定得帮我 你如果不帮我的话 我这辈子就沉沦了 好 慢慢说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 你要帮我逃家 逃家 来来来来 过来来 我跟你说啊 我爹他一直在费心 拉拢那个高大帅 天哪 这次还要安排我 当他的陪客 我觉得这里面的内心 一定不单纯 如果我不逃家的话 过两天那个讨厌 又好色的高大帅以来 我就落入他的魔掌呢 那这样 那这样我就见不着你了 可是如果我不逃家的话 我爹就会把我当女巫 送给那个高大帅的 不行 不行 不能让你落在 那个高大帅的手里面 行 我帮你逃家 慢点 老爷 当心啊 这酒喝得真舒服 来 小心 好酒啊 好酒啊 坐 坐稳了 老爷 我雕首饰这件事 你什么时候才处理啊 没凭没剧的 没凭没剧的 你会不会 是放哪儿想不起来呢 再说 你那么多手势 干嘛非要那一件不可呢 话不能这么说 这件事啊 随便怎么想都明白 是怎么回事 还需要什么证据 来了个穷老乡啊 我这项链就不见了 会有这么巧的事吗 平常啊 绣小姐仗着你们宠她 才会变得这么明目张胆 有张纸条 给我看看 哦 娘 对不起了 儿子需要学费 只好借你的首饰用一下来 你的项链是让你儿子借去了 这是他给你留的借据 这贺文也真是的 缺钱跟我说一声就行了嘛 干嘛还借啊 害我误会了绣桥和他乡下的朋友 你呀 事情没弄清楚就乱发脾气 还对着晚辈下人胡说八道 你这样子能撑家吗 老爷 我只是一时的心急 我答应你啊 我一定会跟绣桥道歉的 你别生气了 我以后 不会再这么糊涂了 乔乔 来 吧 你 你 孟 你别这样 赫生他现在心里够乱的了 而且这事 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 你应该站在他的那一场 为他想想 怎么赫生去哪里 你都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呢 也对啊 他的心根本不在你身上 所以你根本就不担心他 赫生他也是我丈夫 我怎么可能不担心他 可是看你的样子 我根本就不觉得你在担心他 你知不知道 只要赫生上了战场 他的命就不是他的了 一旦从这个家门走出去 他什么时候 还能不能回来 这是谁都不知道的事情了 你误会我了 温风 我没有误会 你根本就不想阻止赫生去当兵 反正不管怎么样 你都是方家的好媳妇 你们俩在说什么 赫生要去打仗 这什么时候的事 怎么没人告诉老爷呢 二娘 您听我说 我 我们正要阻止他的 这么大的事情 你们都敢欺瞒老爷 实在太不像话了 我跟老爷说去 二娘 二娘 您先别跟爹说呀 何生啊 这件事 爹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这个时候如果我去参军 就是抛弃弃子 不顾方家的重任 爹 这里面的轻重 我明白 但是我去过征兵办事处 问过他们情况 他们说如果我不去 那就是违抗军令 要按军阀处置 我是担心 会连累到我们方家 没想到这个石亨 心胸这么瞎想 那天他想加入咱们酒庄 被你挡了回去 他这是恶意报复 大哥 石亨的如意算败 就是掐住了赫生 他就等于掐住了咱们方家呀 这事也不难 俗话说 解灵还需细灵人 咱们给石亨做个厚礼 再带着赫生 给他摆宴请罪 不就完了吗 爹 他明摆的就是敲诈 如果这次从了他 从今往后他对方家 更是虚所无度啊 事到如今 不这么做还能怎么做啊 赫生 这件事 爹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就是绑 我也得把你绑去 大哥 赫生啊 你是方家的长子 你要多为方家着想啊 当年 你在北京吃了亏 是你的爹娘散尽了半数家产 才救你脱险的 当时 二叔曾经记得你说过 今后无论遇到大小事情 都要先请是父母 再做定夺的 不是吗 赫生 这事说到底 就是我们得罪的时候 跟这种小人斗气 那是太不值得了 你说是吧 眼前 先渡过这个关口 你若不服气 那就记住这笔账 俗话说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了 又是不许他 对 三个礼生 都要做什么 他们想不到 那就是 遗憾 可以 看看 烤炉洒热血的 看来我是高估了你呀 是我不准 你说 依咱们和高大帅的关系 他一个小孩子跟着掺和什么 也太不懂事了 方老爷子可是天下父母心哪 我理解 你说 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 送到战场上去呢 那子弹是不长眼睛的 他万一有个闪失 就是就是 所以我今天带赫生来 请石局长帮帮忙 替赫生把参军的事化解化解 化解 方大少爷 你看这事我能帮上忙吗 帮得上帮不上 就凭石局长您一句话 这件事情费心了 放在以前了 我包准是一口答应 包准是痛痛快快的 是毫不犹豫的 可是自从方大少爷 您教训了我以后 我学会了 这深思熟虑呀 就像你说的 这是我一插手 那肯定是官商勾结呀 就是我肯 那方大少爷 你也不愿意呀 是不是 那天 晚辈的确说话有些冒犯 这儿 我给石局长您道歉了 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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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得有点诚意呀 这当然 明天咱们就到酒楼 专程为石局长摆上一桌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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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那么隆重的 再怎么说 我是贺生的长辈 我怎么能跟他计较呢 是不是 摆上一桌就免了 贺生啊 我这鞋上有点灰 你帮我擦一下吧 很为难吗 石局长 这个事情你到底想怎么办 给句痛快话 你有什么条件 尽管说出来 和尚 不得无礼 石局长要看着 是你的诚意 诚意我当然有 石局长 您不帮忙没关系 可是您这样的条件 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方老爷 你这儿子也太倔了吧 你说我不让你们设宴 就是怕烙人口识 说我们官商勾结呀 屈个席为长辈擦个鞋又怎么了 今天可是你来求我 你腰不能弯 头不能低的 你让我怎么接受啊 和尚 快 好了 鞋面已经擦干净了 要不 你帮我擦擦鞋底儿 你自己擦吧 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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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老爷 你看看你这儿子 好啊 这下我爱莫能助了 对不起了 石局长 和尚 和尚 石局长他答应帮忙了吗 你倒是说话呀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急死我了 和尚 文方 石厚没打算帮我 他是存疑羞辱我 要是你让他羞辱你 就能把事情摆平 让你不要去参军的话 和尚 你就委屈一下吧 你在说什么 我可以受委屈 但我是方家的长子 我不能让方家受到 一丝一毫的委屈 难道你愿意丢下 我和孩子去参军吗 我就不明白了 给石亨道个歉 有这么难吗 文方 你到底是怎么了 以前你不是说过 一个人的自尊 比什么都重要 是 自尊是重要 那是在你一个人的时候 现在有比你的自尊更重要的 那就是我们这个家 我们的孩子啊 不 这一次如果我低头了 我们方战以后 都得向石亨低头 方和尚 你们觉得你太自私了吗 现在就算你有天大的理由 你都不能不顾我和孩子 我问你 难道你想让孩子一出生 就没有父亲吗 雯丰 你别急 和尚这么做一定有他的原因的 你应该先听听他怎么说的 你不应该说 早在多年以前 我就已经不属于我自己了 当年因为我的年少轻狂 你这样家里的人 为我担尽受怕 蒙受羞辱 那个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发誓 从今往后 我会为这个家里面 为这家里的一切 尽我的权利 为父母尽孝 为妻儿尽走 如果今天 当着石亨的命我低下了头 今后我们的孩子 就会在屈辱的环境里面长大 你有没有想过 若干年以后 他们会怨恨我们 你明白吗 我不管将来怎么样 现在我再问你一次 是不是为了我和孩子 你倒不愿意去向石亨低头 就是因为你和孩子 我才这么做的 没有尊严 远比没有父亲更可悲 好 那我也告诉你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让我的孩子像我一样 是一个孤儿 如果你再这样一意孤行下去的话 我你可现在就不要这个孩子 你 方赫生这家伙 简直给脸不要脸 我要是连这个乳秀未干的小子 都摆不平 我这辈子白活了 听清了 免得夜长梦多懂吗 好 这是该怎么办 怎么办才好啊 大哥 总会有办法的 幸好我们和钱营的营长 那司徒兄是世交 事到如今 也只好请司徒兄出来帮忙 看看能否在军中 把赫生的名字从司令部删掉 司徒兄为人正直 让他办这件事 恐怕 是 实局长到 实局长 方某冒昧 冒昧啊 恕罪恕罪 什么风 把二位老爷一起给吹来了 实局长 方某今天特地为小犬之事 前来向实局长赔罪的 不用不用 令公子是一身傲骨 实谋是自残行贿呀 小孩子不懂事 还请您嗨寒 好说 实局长 我们今天前来 除了为赫生的事 向您道歉之外 最重要的是上海的一位朋友 给我们带来了 一尊欲佛 我大哥呢 知道您实局长好骨玩 所以特意前来 借花献佛 你看 您看 实局长 您看这橙色 听说这尊佛像 是前朝达官之物 真的啊 这 这 价格不菲吧 我给您端出来看看 别动 别动 这很贵的 既然这么好的骨丸 方老爷 何不自己留着把玩呢 实局长 事已至此 方某也只有拉下这张老脸 再次请实局长 为小犬的事帮忙啊 哦 哦 哎 方少爷 既然被军队录取了 那他必须要按时报到的 否则会军法从事的 要杀头的 实局长 正因为此事生死攸关 所以我大哥 赶紧把这尊欲佛给您送来了 哦 希望实局长 您帮帮忙 哦 你我大家朋友一场 啊 请实局长 一同向这尊欲佛祈求保佑 恳请贺声的名字 立马能从登陆名册中删除 立马删除 立马删除 这有困难哪 市局长 您有什么困难 不妨直说 你看我这寒舍 连做佛堂都没有啊 我怎么向佛祖祈求呢 哎呀 市局长 没有佛堂 那就建议做吧 我家那个佛堂 您是看到的 如果您看得上眼 那我就马上替您建上一搜 哦 我看得上 我怎么会看不上呢 哎呀 方老爷 建好佛堂之后 是不是要加点香油啊 那当然 来 给 方老爷 这加了香油之后呢 你看 哦 市局长 如果上天帮忙 我们方家一定会再次谢谢您的厚恩 那是一定的 啊 一定的 哈哈哈哈哈哈 嗯 好 嘿嘿嘿 二位老爷请放心 哎 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何况 又是生意伙伴 赫生就像我的亲侄子一样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尽快的让他被从名单上删除 哎呀 哦 那就太感谢了 十分感谢 不过方老爷 这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哪 万一有个什么差错 方老爷 您可不要见怪啊 好的好的 市局长费心了 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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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二娘 您找我 快快快 进来 坐吧 二娘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找你是为了 是为了上回我误会你 偷走我项链的事 秀乔 是我误会了你 真的对不起 原来是这事啊 没事的 二娘 咱们都是一家人 没必要把这种小事 放在心上 秀乔 你看我这长辈是怎么当的 不分青红皂白就诬赖你 我是应该跟你道歉 要不你挑剑首饰 让我作为补偿好吧 没事的 二娘 您不需要补偿我 咱们一家人相处 贵在互相信任 这一次的误会解开了 我们以后相处得会更加融洽 这不是很好吗 最近家里风波不断 我只能看着老爷 为贺文受伤 为贺声四处奔波 我真是一点忙也帮不上 要是郁亲姐在就好了 她总是能够解决所有的事情 女仲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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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一早 那个讨厌的高大帅 就要来我家了 我想过了 趁我们家早上 忙进忙出的时候 我就找机会逃走 对了 大雷 你记得要来接我 要掐准时间 知道了吗 我 我一定会掐准时间的 对了 你到底打算去哪儿啊 我想过了 你的那个好朋友 贺文 他不是去了上海吗 那我就去上海找他 我身边的每个亲戚朋友 我爹都认识 我找谁他都会知道的 这是个好主意啊 你爹绝对不会想到 你会去上海找贺文 再说了 贺文人那么好 他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所以啊 我就不做第二选择了 就去上海 佩佩 我 怎么了 哪句没听明白 我再说一次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都听明白了 我 我之前找贺文写信给你 你没有回信给我 我 我 你没有回信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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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回信给我 你没有回信给我 我 我 你没有回信给我 泛黄掉落时浮光脸影 最终只留下几多分灵魅 我们的爱情已尘埃落定 找不到昨日的温馨 为爱留的泪凝结成衣 谁能把回忆化成为你 曾拥有的甜蜜万般的柔情 我一直拼命地追寻 让爱弥漫在这夜空里 却孤单的聪明 必然思念化成幸福的抛衣 就让我生着梦越冷越冷清 爱是无法触及的浮云 随思绪 随思绪 要散去 要散去 那回不一笑的风景 总能不一笑的风景 总能留存在我的心 让爱弥漫在这夜空里 却孤单的聪明 必然思念化成幸福的抛衣 就让我生着梦越冷越冷清 爱是无法触及的浮云 不要忘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